今天四決一去電台宣傳新歌 原來成員Michael是因為上學所以缺席 新歌今次找來主音Semi的太太盧巧音做監製 不知道Candy又有沒有給他們什麼意見呢 不,你不問他,他不說 他有需要事才出聲 但都合作了很多年 我計算我們Law of 14 其實是2010年開始 跟Candy一起合作去監製我們的作品 其實已經八年了 所以都磨合得很好 跟很多藝人一樣 Color平時會在社交網站上分享音樂和生活點滴 日前還透露他們樂隊房的peddle壞了 那個peddle有打鼓的朋友知道有條彈弓 他爛了幾個peddle都是爛了彈弓 我們大家開始很大疑問 又問他什麼時候製作 他想製作先練習新的排台歌 只要拍這條片的原因 因為我們都比較少時間 聚在一起練歌 現在都比較少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自己先收拾歌 因為合作的時間不多 就算走在一起 都可能已經是做歌 或者去練其他表演 所以那天是很難得的 拍片紀念一下 Color接下來就會聯同 Tonic和Suppermoment在澳門開Show 有機會跟兩支樂隊一起演出 Color都很期待 而且是我也要 吸引人家過 謝謝